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正逐渐成为各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英国首相斯塔木公布了一项名为全球人工智慧领域领导者的新计划, 承诺为资料中心设立特区,以推动英国成为全球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导者。 这项新计划由英国风投家Matt Clifford起草建议,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大幅扩张政府拥有的AI算力, 包括建造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只在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AI产业。 斯塔莫政府承诺,到2030年,英国政府将采购多达10万块, GPU,这意味着英国的公共部门算力将增加20倍。 公共部门的AI算力也被称为主权AI, 主要用于学术界和公共服务领域的AI应用。 新计划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加快AI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审批。 主权AI倡导者认为,政府应该积极使用人工智慧技术来优化公共服务。 此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大臣彼得凯尔表示, 人工智慧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改善公共服务。 政府将利用这一技术解约政府开支并改善公众福利。 有预测数据显示,2035年,英国人工智慧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兆美元以上。 英国政府预测,如果AI技术得到全面采用, 每年可使生产率提高1.5%, 10年内每年可额外创造470亿英镑的经济价值。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数据,以投资和专利等指标衡量, 英国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慧市场。 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2024年10月份发表的一份 英国人工智慧行业研究显示, 目前英国拥有超过3700家活跃的人工智慧企业, 其中包括约160家大型人工智慧公司, 代表企业包括谷歌的DeepMind以及晶片巨头Arm。 此外,英国还有大量初创公司以及全球科技巨头设立的人工智慧中心, 但目前仍然缺乏与OpenAI等全球头部AI公司同一量级的初创公司,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受限于资本。 业内预计,英国此次加大对人工智慧设施的投资, 将使辉达、NVIDIA等人工智慧头部企业进一步受益。 对于辉达而言,各国加大对主权AI的投入, 意味着辉达可以将其AI领导地位扩展到尚未开发的市场, 加速其硬体和软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 日前有投资人透露,辉达78%的员工已成为百万美元富翁, 其中一半的人净资产达到2500万美元。 目前,辉达市值达3.2兆美元, 已成为全球市值第二的大型公司,仅次于苹果。 为了维持这一高昂的市场估值, 辉达员工的工作强度也备受瞩目。 众多员工纷纷反映,他们不得不采取每周无休的工作模式, 经常加班至深夜两点, 同时还要应对接连不断的会议和严苛的时间管理要求。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 许多员工深感陪伴家人的时间严重匮乏, 甚至开始考虑采取半退休的生活方式, 以期缓解工作带来的沉重负担。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此前在CES2025上宣布, 辉达及其合作伙伴, 已启动Blackwell GPU用于AI和HPC及其基于这些GPU的伺服器的全面生产。 所有主要云服、提供商现在都已启用Blackwell系统, 并且辉达的合作伙伴拥有能够适应全球所有资料中心的系统。 尽管与Hopper一代处理器相比, 辉达的Blackwell GPU在人工智慧、 AI和HPC高效能运算应用上显著提高了运算效能 和梅瓦特运算效能, 但它们的功耗也显著增加。 这使得将它们安装到资料中心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它们需要更多的冷却和电力。 如果一个基于Hopper的机架功耗为40千瓦, 那么一个配备72个GPU的基于Blackwell的机架功耗将高达120千瓦。 戴尔是首家在去年11月中旬向选定的云服务提供商 开始交付基于Blackwell的伺服器设备的公司, 但如今并非唯一提供此类伺服器的公司。 辉达表示, 由于有十多家伺服器制造商提供200多种不同的配置, 因此现在Blackwell系统可以适用于各种资料中心。 黄仁勋表示, 它们大约有15家计算机制造商的系统, 它们有大约200种不同的SKU配置, 包括夜冷、风冷、X86会达Grace CPU版、MVL36x2、MVL72x1, 一大堆不同类型的系统, 因此它们可以很好的适应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资料中心。 黄仁勋称, 这些系统正在大约45家工厂生产, 这说明了AI的普及程度, 以及在这种新的运算模式下, 整个行业在多大程度上转向AI。 不过,去年年底, 海外媒体披露了一则 关于辉达新一代, Blackwell人工智慧, AI绘图处理器面临延迟交付问题的消息, 称其遭遇配套伺服器过热的挑战,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客户的担忧, 这可能影响到客户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新的资料中心启动和运行。 据海外媒体在1月中旬的报道, 汇达最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 Blackwell在部署至资料中心时遇到技术问题, 主要包括伺服器机架过热和晶片连接异常。 美国媒体指出, 人工智慧AI晶片大厂汇大公司 装有最新晶片Blackwell的机架传出过热问题, 微软公司等主要客户近期削减对于BlackwellGB200机架的订单。 根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Information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来看, 首批装有挥达最新晶片Blackwell的机架出现过热, 晶片连接方式也有故障的问题。 据了解, 机架是资料中心中用于容纳晶片、电缆及其他关键设备的结构。 报道指出, 主要客户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云端运算部门、 谷歌、Google和社群网站联署、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 近来都已削减回答BlackwellGB200机架的部分订单。 辉达、微软、谷歌、Meta和亚马逊等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这些公司最初都下了价值超100亿美元Blackwell机架订单, 部分公司等待后期版本的产品。 部分客户正等待购买稍晚推出的机架版本, 但可能要到下半年才有货, 或是打算购买辉达的旧款AI晶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随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